爱地球观察站 今年除了带大家关心世界时事 探讨社会议题 还为您报道基督教最新消息 并透过人物的生命见证 与观众一起学习 把信仰融入生活 回应社会需要 中东一代 2016年依旧是动荡之年 受内战和伊斯兰国势力影响 暂时未曾平息 不少人道救援组织 在当地协助难民 甚至把受害难民的声音 带到西方国家 他们在买过前唯 Summit going to open the door for Jaclyn to speak at the Congress and at the Congress she showed this clip 她想成了冠军,她想成了冠军 她想成了冠军 她想成了冠军 在这个训练 有四个冠军 在兴设的状态 人们在那里 我感谢大家 所有人都帮助我们 如果你们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所有人都照顾我 我感谢大家 我必须要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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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超过三十万难民 途经地中海逃难到欧洲 多个国家除了安置难民之外 还要提防恐怖袭击 欧洲面对大小孔袭的阴霾 而美洲就面对公共卫生的危险 债卡病毒主要由蚊子传播 病毒怀疑导致巴西半年内 有4000名出生婴儿患上小头症 多国努力灭蚊预防债卡 世界卫生组织在11月宣布 不再列债卡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但强调疫情未退 大家仍然要长期对抗 我们并不下降低于疫情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程序 我们寄出了信息 疫情是在这里的 而WHO的反应是在这里的 非常均确的方式 除了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在亚洲也有不少国家地区面临天灾 日本九州四月发生七级地震 台湾东北部五月也发生七级地震 灾难可能只是一瞬间 影响却很深远 我们不但要拯救人的生命 更要学向耶稣关爱受伤的心灵 今年六月,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暴雨与洪水灾害 三千万人受灾 我们的设置队去到重灾区之一 湖北省武汉市关怀灾民 我们就是及时的在教会里边 就组织弟兄姐妹们为这个暴雨进行带打 求上帝的怜悯 也能够希望政府和群众通过这次的暴雨 能够吸取这个教训 更好地来爱护我们的自然 爱护我们生存的地球 今年有过上百场大小选举在世界各地举行 不少国家经历朝代更替 美国大选前夕 财经主持林修荣 连同前美国教育部助理副部长 教会代表等等分享对大选的看法 也在当中讨论到选民考虑的因素 最终共和党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希拉里 成为新任总统当选人 2017年正式就任 6月英国公投通过脱离欧盟 首相卡梅伦辞职 由文翠山接任 愿上帝保守每位国家领袖 在动荡时代中 有更多智慧和爱心执政 除了报道时事 还有专题探讨社会现象 青少年压力大 玩手机游戏是其中一种抒压方式 今年7月 一款捕捉卡通人物的手机游戏 风靡全球 由于要透过全球定位系统 寻找小精灵 很多人都在空余时间 拿着手机四处走动 我觉得如果以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 去跟他们讲开话题的事 假设小朋友都真的要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其实他要出去外面玩 是不是都应该要跟家长去说 其实他去哪里去玩呢 我想这个小朋友应该都要有自己的责任 去跟家长去交代 我想家长才会信任 他玩这个游戏 其实会玩得安全的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用生命见证上帝 今年我们还访问了不同国籍的基督徒 有身患脑麻痺症 在1993年 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艺术家黄美莲 有从小在浓厚的犹太教气氛长大 曾经是犹太拉比的Seth Parret 我们很感恩Seth的见证故事 在创世电视YouTube平台 有超过6万人次收看 为了让更多人透过报道被祝福 爱地球观察站 今年特别将几位外籍人士的访问 制作成英文版本 愿上帝使用我们微小的报道 祝福更多观众 2016年 爱地球观察站设置队 直击多个基督教大型活动 为大家带来扩观属灵眼界的信息 我希望每一位在你旁边的人 可能就是省给你的机会 在小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去中心 不要把你的银子埋在地里 不要懒惰 懒惰是对不起主的恩典 也对不起我们旁边的朋友 所以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的 就是凭着心心去做嘛 主要我们做一定会流泪沙总 欢呼收割 比如说我们可以第一可以对神说 像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人 在痛苦的时候 他们可以对神很赤裸裸地 来诉说他们的心声 第二个呢就是对自己说 自己对自己面对它 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想要逃避 想要隐藏 所以当我们能够静下来 自己对自己来去面对它 或是写下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整理自己情绪的办法 那最后就是对人说 不用找专业的辅导 那也可以找自己所信任的家人朋友 我们彼此诉说 就像圣经讲的彼此担当一样 2017年爱地球观察站会继续紧贴时代 关心社会 以媒体传扬好信息 爱地球观察站 承邀您将所关注的议题和看法 或者是各种聚会活动的信息 发送到cdvftmea.us 小清晰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